哈囉大家好我是樂天 鄭仲跟大家說 我已經改新名字叫樂天 快樂的樂天上德天 什麼老娘子祥祥祥都給我去掉 不要再叫了 老子就是樂天 又在找一個新的東西 好的然後因為呢 幹你娘吉掰的那個臉書呢 真的是住海邊欸 死不讓我改名字 死不讓我改沒有錯 所以呢 我就新辦了一個臉書粉絲團 然後叫樂天來了 然後YouTube頻道呢 也是樂天來了 然後希望誠心的邀請大家 到樂天來了 就按個讚追蹤一下 因為即將樂天呢 會有一些全新型態的一些影片 還有一些經營內容 然後希望在未來的日子呢 也可以在新的平台 跟大家分享與大家見面 然後真的是臉書很煩欸 幹你屁事啊 奇怪 那我改個名字會死是不是啊 真的是很討厭 不過我是佛心來著 我姑且就原諒他 沒關係 我就重新經營 怎麼樣 奈何不了我 所以希望大家呢 在樂天來了 YouTube頻道 還有臉書粉絲團 都可以看到大家 然後我現在在台南工作 也有新的平面作品 要跟大家分享 就下次見囉 Mindwee 一定要來 追 招 按 讚 對了 剛剛忘記跟大家講說 為什麼 翔翔要改名字 我叫樂天 對 我叫樂天 不是翔翔 因為呢 其實媽媽已經 樂媽已經說了兩年多 叫我改名字 因為他說 紫翔跟老娘的筆畫不好 然後我就一直不信邪 我想說 反正我努力做就好啦 管他名字撒小的 欸嘿 真的有點不好 所以呢 我就決定呢 要改名字 但是臉書一直不讓我改名字 不過沒關係 我就重新開始 因為樂天是苦過來的 我不怕重新開始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要改名字的原因 一方面 為了 就是樂媽 家庭和樂 另外一方面就是 樂天本身也是非常的迷信 我是明星少女 怎麼樣 快來我的新粉專按讚 謝謝